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7日 星期三 美國的資本市場 可以說最近有多少事發生 除了美國大幅加息 造成全球的金融 吸水效應 吸了美國 很多地方的貨幣暴跌 例如歐盟 歐元 英鎊大跌兩成多 日圓也跌得很厲害 最近美金開始弱了一些 但是 美國有部分的東西都出事 美國有幾個板塊 其實是出事得很重要的 其中就是科技板塊 然後就是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不單止加密貨幣跌本身 而他們的交易平台也有很多申請破產 很多是出事爆煲 這個情況 真的不知道怎麼玩下去 現在 有一個很大的黑天鵝 灰犀牛 就是黑石的 旗下的一隻房地產基金 限制宿匯 黑石是甚麼 是一間 很大的一間投資基金 他的名字是Blackstone 有人譯為白時通 Blackstone就是黑石 我們要跟大家 講一講這個黑石 黑石集團旗下 有個規模去到1250億美金的房地產投資基金 最近實施了熟回限制 你想熟回不行啊 因為 這個 不動產市場 其實你的錢不能夠隨便拿走 你拿走 房地產不是那麼容易套現的嘛 你去那裏買了商場 買了整棟大廈 你怎麼說賣就賣呢 如果基金裏面有一兩百億人走了 一兩百億的錢走了 那裏面要賣哪個東西來頂你 所以 基本上房地產基金是有 一些比較特別的 除非你說股票基金 就說 好了 我們跟大家詳細的講講 這件事 究竟黑石 這次出事 會不會連帶整個美國基金都會有很多隻出事呢 然後 對於財資市場會不會影響很大呢 是不是金融風暴的前奏呢 我們真的要跟大家探討一下 講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或者 訂閱我們的VPN 我們叫VPN 就在我們的節目 簡介下面 第二行 Patreon 第二行就是我們VPN 大家可以在那裏找到連結 根據連結 訂購這個就會有折頭 我們先看看報導 倫敦金融時報報導 黑石集團 在1號對投資者發佈一個通知 旗下黑石的不動產投資信託 Breit 雖然核准了10月的所有贈回請求 雖然核准了10月的所有贈回請求 但11月只核准了43% 即是有可能有5億人來贈回 只能拿回2億 讓投資人贈回13億美金也不少 即是有近30億的贈回 消息拖累黑石 在1號股價就重剩7% 實施贈回限制 當然大家也知道 有錢人也有風險存在 你買下去有機會拿不回錢 他說計算債務之後 BRIT 擁有690億美金的淨資產 投資項目涵蓋物流設施 公寓大樓 賭場 醫療服務員區 這些都要長期投資的 你買一些不是股票 昨天買的 三天後升了10%我買了 不是的 你投資一棟大廈 買一棟大廈回來收租 這些是在說年計的 可能要投資幾年的 賭場也是 難道 投資下去 三天後賺錢 當然不行啦 所以呢 很難說 這個是不是 認真爆煲 還未到爆煲階段 只是一些人對他沒有信心 知情人士透露 七成的贈回要求來自亞洲 最近人們在亞洲輸了很多錢 所以 就要贈回一些長線投資的東西 考慮到BREIT 非美國投資者 只有20%左右 所以這個比率很大 即是說 其實 亞洲人 投資不是很多 主要是美國人投資 因為他們 是長線的 買這些基金是長線的 可能要準備10年 20年 退休用的 外國人 只有兩成左右 但是他們熟回就佔七成 即是說他們 真的在亞洲輸了大錢 房地產基金的合夥人表示 亞洲市場和地區經濟體近期表現很差 可能是投資人帶來壓力 使他們手上現金不行 所以就要沽一些比較穩定的東西 等於賣家當 根據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一份報告 美國商業不動產 正因為通脹和利率上升而承受壓力 放眼全球 市場各國對房地產的情緒已經轉弱 有些知名投資人警告 這個領域部分 現在是沒有資金 沒有新水道 報導指出 BREIT允許客戶每個月屬回2%的資產 每季最多屬回5% 如果加上利息 這個基金今年頭9個月的回報率超過9% 即是派賣息之後有9%回報 其實 這些是穩定回報 你買 你買房地產 買醫院 買酒店 其實是賺硬的 酒店是因為防疫嘛 但是現在也回復正貴 你看到很多地方酒店很貴 倫敦 現在回復正常之後 很垃圾的酒店 即是一千元 所以 所以真的升得很厲害 我們黑池沒有加價 周圍都會升了 側加了價 只是我們不加價 搞得每個月都要虧本 這個沒辦法 我們也打算幫一下 我們再看看 現在整個經濟環境 當所有人 很多人 都要拋售一些資產 尤其是 什麼資產可以拋售 100萬買回來的科技股 只剩30萬 怎麼沽啊 是不是 是不是沽了一些 沒有那麼跌得多 甚至乎可能還在賺錢的那些貨 其實現在的情況就是出現這樣 對於美國是不是有危機呢 如果他那個數位是大部分來自美國 就有機會有危機了 現在 主要是亞洲出現危機 他們買了港股 買了大陸股票 買了大陸股票 買日股也不是算很多 買台灣股 如果高位追 當然是全都會失去 高位追 什麼都會死的 問題就是 相對來說 他們如果買美股 當然是 科技股跌得很厲害 科技股是落後的 因為 納子最高達到16,000多 現在12,000都不到 納子的比例還是紅時的比例 科技股 但是 納子就不一樣了 納子最高36,000多 納子跌到29,000多 反彈 納子最高達到34,000多 現在回到這兩天 連續兩天 回到幾百點下來 現在也是33,000多 跟最高位差一成左右 跟恆子不同 恆子跟最高位差很多很多 所以 我們會看到 主要就是 亞洲區的人輸了大錢 主要是香港和大陸 輸了很多錢 所以他們 就要沽一些比較優質資產 或者比較穩定的資產 用來填淡 但是我們要看 黑石這個問題也會存在 因為 這個世界是互動的 你行 人家不行 你也會承受一定程度的打擊 究竟美國會不會發生事呢 剛才他覺得 因為 美國的這個 利息加上去 其實是會對房地產市場有一個影響 但是 是不是足以令房地產崩潰呢 我覺得是未必的 因為你要想一想 以往香港 也試過高息 高息環境未必一定會倒下 當然 房地產一定不好 而美國 現在的利率原來到了7% 即是借貸 買樓等借貸的利息 已經要到7厘 那麼你7厘你買回報率 如果他有9厘派賣息 那麼 勉強可以趕上去 因為Risk的回報一定要高一點 他們要砌出來 整個板塊砌出來是要漂亮一點的 以前香港 3、4厘的年代 Risk也有8、9厘的 裡面是強硬砌出來的 因為 香港的Risk也跌得慘了 實際 全部都是大折扬 美國有沒有折扬 我們沒有去認真研究美國Risk的折扬 有多少 甚至乎有沒有折扬 但是 我們會看得出 其實就是 投資者 對於那個地方那種的信心 尤其是地產股 香港地產股升得那麼厲害 但是為什麼地產股跌呢 地產股不升呢 原因就是 你那個地產 套現能力是弱一點的 你要找對手難 雖然你如果純粹是賣樓 賺錢 當然沒有所謂 如果你收租 越是收租股 節約越是大 如果不是為甚麼大樓 細樓的私有化 因為節約太大嘛 三折買到了 我要不跟你買到外面搶貨 我自己 節約買一些便宜的便宜 三折買回來 當然要好好看好香港才行 我們 接下來也會跟大家繼續分析一下香港的樓市 因為 樓市要從很多方面去分析 美國樓市 我們當然不是專家 你說我們要認真分析美國樓市 會不會倒閉呢 我不敢回答你 始終我們不是美國樓市專家 因為 你要在那個地方浸一段時間 你才可以掌握到那個樓市 好像英國那樣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 完全掌握整個地方的樓市 因為他跟香港實在太不一樣了 太多舊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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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要純粹去評論 不是那麼容易 做一個統計 所以 有機會我們也會跟大家分析一下英國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